雅虎 據《IT之家》報道 雅虎之前宣布 2021年11月1日起 用戶無法從大陸使用雅虎的產品和服務 但依然保留油箱等小部分服務 如今進一步宣布 雅虎油箱2月28日起 停止在大陸服務 屆時將無法收發郵件 雅虎官方表示 可以在2月28日前 下載備份通訊錄、日程等 28日後 將無法再從大陸接收 或發送電子郵件 此外 PayPal也曾向用戶發送通知 如果綁定價是雅虎油箱 需要盡快更改為其他油箱地址 雅虎去年宣布退出中國市場 《華爾街日報》去年11月報道 雅虎離開中國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徵意義 因為該公司在2013年開始 關閉其在中國的主要服務 儘管如此 雅虎的退出提醒了人們 外國公司在中國經營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大 包括更嚴格的數據安全和私隱監管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和與COVID-19相關的嚴格規定 現在的世界世界就遵守了 封面臨的內容 封面臨的角度 但有所謂的 全身有此理性 封面臨的地方 封面臨的方式 封面臨的方式